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呢 我上次问你的问题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叶轻雨 你到底还是不是个男人 天然 从你救我性命的那一刻起 我对你的心就从未变过 我不管你是人是妖 曾经经历过什么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叶轻雨 你可真是个傻瓜 好吧 看在你犯傻了这么久的份上 我就大发慈悲 告诉你一件事 你曾经在逍遥宗休息过 可听说过情思 万物有灵质 便有情思 没有情思 便不能爱人 我曾经嫁过一个人 他叫江绕 我把自己的情思给了他 后来他去了战场 死在了外面 我的情思便也丢了 你和他长得是真相 他也是个傻丘巴 一年到头耗在沙场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是 对啊 要不是你的侧脸和他长得这么像 我干嘛要耗费妖力 自讨麻烦去救你啊 如今 我没有情思 没有办法爱上别人 但看在你和他长得这么像的份上 我给你这两个选择 是我非要与你朝朝暮暮呢 好啊 那你不如别叫叶晴雨了 不如改名叫江绕吧 怎么 连改名字都不愿意啊 还敢说心里有我 骗人 如果我真的答应了你 不仅是羞辱了我自己 更是玷污了你和江绕的那段感情 叶清语 我原来以为你是个傻子 没想到你是个疯子 好啊 既然你不愿意 世界上多的是愿意我一袭风流的男子 恕不奉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